以后你要是生宝宝你想生个儿子还是生个女儿呢 一样一个吧 能双个龙凤胎最好是吧 对啊 你希望是一次性解决问题 还是就是先生儿子先生女儿 还是生女儿 就得看缘分吧 看缘分 如果这个先生儿子呢 后面会生儿会生女儿吗 这这这怎么说呢 如果说你一他是儿子 你二他不一定就能生到女儿吧 哦那也是 这就得看就是说 你觉得在你印象当中啊 就是说生儿子和生女儿是一般是女性说了算 还是男性说了算 男性说了算呢 为什么呢 因为 我们普及一下这个知识 因为我们在做一个街坊节目 就是每 我们我是一个外外的户外主播啊 就是做一个街坊节目 就是看我们现在的 就是现在90后的女生啊 就是对 就是两性这一块了解的有多少 本来金这个东西 都是由那个金子来决定的吗 就是由男性的那个 那个来决定的是吧 对 就是呃你觉得就是说你比较喜欢的就是那种肉肉的男生还是瘦瘦的男生呢 只要是我的都都喜欢 那就是说你算是那种一见钟情还是属于那种就是说日久生情 肯定第一眼的话很重要 如果说第一眼这个男生让你吃不下饭你肯定就不会跟他有日久生情了吧 哦就是一定要就是第一面一定要吃到下饭 对啊 或者见面一定要先吃饭 就是能就是跟他见面之前就是先把饭做到那就是能正常吃饭 那说明今天咱俩就那个就可能有机会是 对啊 对吧 那就是那每次以前你相亲的时候都是在饭桌上相得亲吗 没没下过亲啊 没下过亲是吧 那现在姑娘还单身吗 单身 单身是吧 然后那个就是以后那个什么如果你姐姐给你介绍一个就是说介绍这是你姐姐吧 这是我们朋友 朋友 哦就是小姐妹嘛 对吧 跟你介绍个男生 你会在饭桌上那个饭桌上那个就是说见面吗 这个还是得看情况吧 嗯 应该应该可能会 啊 那你觉得就是你喜欢那种积极向上的还是积极歪歪的呢 嗯 肯定积极上上的嘛 积极向上的 就是这个怎么能看得出来呢 就 就是那种 嗯 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那种很好的 不会不会像那种 不会像那种 有的扎篮你知道吗 就那种 扎篮 那积极向上的一眼能看得出来还是要看好久才能看得出来 我觉得很多东西的话是能第一眼都就能看得出来 然后 但也有很多东西需要那种 日子久了才能看出来嘛 哎呦我在深圳待了那么久 说实话我也算是越越越很多无数啊 但是 这是怎么讲啊 就 我还没有第一次就是一眼都能看得出是积极向上的 这个还是很 就那个 打电话 打电话是吧 哎最后问一个问题吧 嗯 就是我打个比喻啊 就是说如果我坐在那面前你会吃得下饭吗 吃得下饭呢 哈哈哈哈 那感谢美姐 就是看来妹子还是不是很刁啊 不刁 就是像我这种都能吃下饭吗 对啊 那就以后就有机会就是日久申请了 对啊 那多久呢 看看对一个人的了解吧 就如果说我这就了解到时间短的话 肯定就短一点就能申请